新闻百宝箱 各位中央广播电台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夏志平 欢迎您来到早安台湾 在今天呢 志平非常非常的荣幸 要跟您介绍 故宫博物院呢 里面的国宝要到日本去展出了 当然了这一切的内容 今天我们的受访者要介绍给您 我们太荣幸能够邀请到 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冯明珠 冯院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院长您好 主持人你好 中央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 大家早大家好 是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么当然这一次呢 故宫的国宝要到日本去展出 可以说是备受瞩目 我想请教您 院长要先跟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 那么此行 这个故宫国宝去日本展出的规模 还有它的意义 规模是相当的庞大 因为我们总共 一共去了两百三十一组建的文物 而这些文物呢 也都是可以说是 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精品 那我们去日本是分巡回展 是分两站 一站是在东京国立博物馆 另外一站是在九州 所以从今年的六月二十四号正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开幕之后呢 一直会到到今年年底才会在九州结束 所以它的意义是 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了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去过美国 去过德国 去过法国 去过奥地利 这一次是第一次前进亚洲 前进东亚 到达日本 那同时也是日本的观众朋友 还有日本的媒体界 政治界的大家通力合作的结果 让日本的海外美术品促进法 能够在2011年通过 这样才能够促成此行 所以对国立故宫博物院而言呢 此行可以说意义非常的深远 也算是我们跨入亚洲的一大步 是 听说这一次在日本展出是分两个地方展出咯 是的 刚刚也说到了 对 东京跟九州 是的 是的 可能很多的日本的爱好 要观看国宝的这些粉丝们 他们说好像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地方 看到肉形石跟翠玉白菜 我相信他们有一点点这样的说法 所以根据这方面的他们的问题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日本方面选定这些国宝到当地去展出 它的考量在哪里 第一 策展不是日本人选定 是我们共组了一个策展团队 这个策展团队就包括了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 跟东京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以及九州 这个整个策展的清单是共同研究出来的 而共同选建出来的 而并不是说由日方单方面选 这是不是的 另外就是回应您刚刚问的问题 到最后日方日本方面 希望我们翠玉白菜跟肉形石能够到日本 那我们当然非常困难 所以几经讨论不断经过一年多的挫伤 所以我们最后决定 为了满足这个日本的观众朋友 我们翠玉白菜会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两周 然后肉形石会到九州 国立博物馆展出两周 不能够同时候看到在两地同时展出的东西 不仅仅只有翠玉白菜跟肉形石 还有很多国宝级的限量级的选建 每一件选建只能展出四十天 所以在东京我们都已经会选建 有A党有B党 到了九州也会有A党跟B党 所以我也跟日本的观众朋友做了很多的说明 让他们如果想满足看到全面的两百三十一组建 他不单只 他要到九州博物馆两次 到东京国立博物馆两次 才可能看到全貌 可是在整个讨论的过程 可能还有很多的转折的地方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可能 日本方面的要求会很多 但是我们这边的考量也会不少 这当中有没有一些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 可能很多人会感兴趣 当然日本方面 尤其这一次日本的策展团队 是对于华夏艺术非常了解的 也可以说是日本的中国艺术使界的精英在选建 所以他对于我们的典长他当然非常清楚 所以起初他们演出来的 我们开玩笑的说是一个梦幻清单 那针对这个梦幻清单我们要一一讨论 因为有些我们的能够出去的 我们最后是由故宫博物院 由国立故宫博物院拍板定案 哪些可以去 那我们的考量有两重意义 第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的文物能够出国 一定是在安全无余的情况之下 就这件文物非常的健康 它出去旅游到达日本东京九州展览 不会有安全维护上的文物 这是第一考量 第二考量我们也考量到日本的观众 他们对于这个华夏的文物 对于这个因为中日之间的交流 从隋唐一直到宋代有非常深的关系 包括了我们的书道 我们的书法艺术 我们的绘画艺术 我们七工艺 我们的瓷器 我们的花道 甚至我们的出版 传统的出版业 都对日本有很深的影响 而且融入了到日本的观众 日本的人的生活里面 举例来说日本的茶道 日本的花道 日本的漆工艺 日本的资品工艺 等等 其实这是这个 影响非常的深远 对 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现象 所以我们在选建的过程里面 你一定要考量到能够打动日本的知识分子的心 又能感动日本的普罗大众的文物 所以在选建上面可以说煞费苦心 那最后选出来的两百三十一组建 可以说是双方 第一是我们能够提供的 我们觉得这个展览 是能够让日本的观众感动的 同时也是日本的策展团队 认为这个展览实在太棒了 所以而且他们觉得 是日本人一生一定要看一次的好展览 同时也让日本的观众 可以不用飞到台湾来 因为飞到台湾毕竟少数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展览是相当的很满意的 好 刚刚您提到了安全无虞 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条件 那么提到了这一点就让我想到 我们的国保每次出访 应该都会有保险金 保险的后续的工作再去洽谈 那么也许有一般的听众会很想问说 那这一次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保险金额 大概有多高 那这方面的安排又如何 第一我跟台湾的听众朋友说明 就是其实故宫的典藏是无价的 是 当然 那但是一个形式上 当他出去的时候 他总要买保险 所以但是在文物界 至于这一次保险金额是多高 是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好奇的 但是却是博物馆界一个保密的原则 所以不便透露 何况我们跟日本方面更是有 在日本的在这方面的要求更严格 所以基本上就跟听众朋友说抱歉了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保险 是 金额很高 可以说可以透露一下 是创下了过去的记录了吗 我没有做比较 因为每一次故宫文物出国 都是相当的高 那何况大家如果看文物界的 尤其是在这个拍卖市场界 这个文物的价格天天上升 天天上扬 所以我们的保险金额 也会看着市场的价格会有所调整的 是的 各位杨广的好朋友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谈有关于故宫的国宝 要到日本去展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新闻 当然了 我们的受访者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冯明珠冯院长 经过冯院长的解说 我相信大家对于故宫国宝此行 它展出的意义 还有它的规模 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概略性的了解了 那么接下来 在下一段的访谈当中 我们要继续来请院长告诉我们 国宝这一次出访的过程里面 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小故事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待会儿再回到节目中来 各位杨广的好朋友您好 我是夏志平 欢迎您回到早安台湾 在今天早安台湾为您推出 这样一个特别企划的单元 我们要介绍故宫的国宝 即将到日本去展出了 我们为您访问的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冯明珠冯院长 在刚刚的访谈里面 院长为我们解说了 故宫国宝此行的重要的意义了 那么可是我们知道 在整个洽谈的过程 其实是还有很多的转折 那么我们现在要请院长来告诉我们 听说 这一次在日本的这些博物馆界 在洽谈这个国宝出访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我们想请院长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之中 当然都是没有人知道的 就是三个博物馆的研究同仁 大家在讨论 哪些可以去哪些不可以去 哪些应该去能够感动日本的观众 那而且在整个故事 展出的故事脉络上面 它是环环相扣的 而且涵盖了各个层面 那你要说到小故事 我先讲一个人的小故事 第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在2012年的 农历新年的时候 也就现在倒数回去一年多以前 刚好就是东京博物馆和九州博物馆的管员 我们在快过农历年了 他们还正在那边努力工作 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请了这些研究员 我们有一天韦牙 在国军英雄馆 他们参与其中 他们也表演了 也唱歌了 而且跟我们融会在一起 那他们从2012年的农历年 也就是2013年的年初 这个工作一直到达延续到一年后 也就2013年的农历年 也就2014年的二月初 我们又半尾牙 他们也在其中 而且这一次他们的节目 他们有备而来了 准备了更好的节目 跟我们分享我们 而且他们也摸到了大奖 所以我觉得这是人员交流的一些好玩的事情 那那天大家喝得很high 大家玩得很愉快 所以这是他们也充分地感受到 就是我们台湾人过年 还有一个机构里面 为了这种向心力 还有酬劳所有员工一连的辛劳 这种尾牙的习俗 他们也感受到 这算是一个故事吧 当然当然 那另外我觉得比较 可能也是听众朋友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在这个讨论的 这个借展的清单里面 原来我们并不同意 要借翠玉白菜跟肉行食 原来不同意的讨量 原来不同意 所以他们每一次从2012年的年底到2013年最后我们拍板定案 大概是在2013年的8月间 我们终于点头把这个展览的清单确认 这样我们才敲定了2013年的9月16号来签约记者会 所以整个讨讨论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超过一年多以上 那至于初步的接触 那更不必说了 那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之中 这个翠玉白菜跟肉行食 他们一波又一波 不仅仅是策展的人员 策展人员反而不好意思提 因为是博物馆专业 他知道我们有困难 是有一些日本的媒体朋友 一团一团的来访 还有他们政治界的朋友 议员 参议员 众议员 购会议员 他们来的时候 每一次都先拜会 外交部亚冬关系学会 之后他们一定会敬见总统 表达感谢之意 表达对于日本的灾 灾灾 台湾的热情 还有当然也更感谢 最后故宫博物院 同意神品之宝赴日展 那最后他一定会提到 希望翠玉白菜跟肉行食 能够到日本 那所有的包括总统 总统都是说 那至于选见 当然由国立故宫博物院决定 所以他来到这边 第三个一定拜会到我 那他们一定再提 重复再提这些事 那我的做法就是先请他们 安排他们去参观展览 让他们去排队去看 翠玉白菜跟肉行食 中午如果我有宴请他 我一定又请他在我们故宫金华吃 翠玉白菜跟肉行食 之后我就说你们要给我一个说法 每天要排两三个小时才看得到的东西 每天有平均一万两千人 要目睹这两件文物 如果我让他去日本 你总要给我一个说法 你这个说法让我能够对 我们国立故宫博物院的观众 有所交代 我才可能同意他成型 之前不必谈 因为首先你要通过你的美术品促进法 你通过之后 你再来谈 所以他们每次来谈的时候 都是说我们议员正在努力 国会正在努力 那到马总统上任之后 其实我觉得跟两岸关系改善 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于是他们就通过了 通过了之后 他们就一波又一波的人来谈 那我们就说 好你们跟我们谈 跟博物馆谈戒战 不是政治人物 是博物馆要来谈 所以后来他们就确定 东京国立 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博物馆 东京国立博物馆就来谈 那他们希望能不能够巡回战 多一战 那我们说就由我们尊重这个国立 我们当然希望 原先我们说奈良 国立博物馆 因为那个奈良也跟我们有很大 但刚好奈良在整修 所以才会到达九州 九州是属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福岛的一个国立博物馆 因为九州的典长不多 所以其实整个谈 谈的过程其实是非常漫长 一年多 一年多 所以与此同行 同时我们也展开了回馈展 然后故宫文物出国 我们赴美也好 我们赴德也好 赴法也好 赴奥地利也好 他们都有回馈我们展览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 我们神品质保赴日展 我们要求 国立东京博物馆 要回馈给我们一个好的展览 那我们最后就开始谈 在这一年里面 我们同步离出了我们的梦幻清单 就我去的是怎么样等级的文物 日本要回馈给台湾的观众 如何等级的 所以最后我们要到了 日本这个东京国立博物馆的 精锐进出 国宝进出 68组建的国宝及重要文化财 其中相当多是从来不离开日本的 他们也都同意了 所以在这种 大家非常诚恳的 为各自为各国的 他们日本 当然是为日本的观众 我们国立故宫博物院 当然是为我们台湾的观众 互相讨论出一张非常好的 互换的展的清单 那我们就是日本美术之最 东京国立博物馆 跟九州国立博物馆的真品展 当然真品展里面 大概有160多组建 日本非常重要的 各个时代的重要的美术品 那其中有68件 是日本的国宝籍 跟重要文化财 那这个谈判过程 长达一年多 然后我接待过人 其实我正准备 我们公共事务室 理一下 我去年一年接待过的 日本的政治人物 有多少 所以到最后 我们谈论出来了 我们同意了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想到 当翠玉白菜 不在国内的时候 谁当家 当肉行使不在的时候 我们三楼谁当家 所以我们策展团队也在想 当翠玉白菜不在的时候 我们要展出什么 取代翠玉白菜 当肉行使不在的时候 肉行使那个展柜 我们展出什么 来取代肉行使 这是一个 我们已经策划好了 所以说这整个国宝要到日本去展出的这件事情 刚刚听到院长将去整个解释过来 其实还真的是充满了波折 那么换句话说 其实不是波折 其实任何展览都是这样 我再举一个例子 不是赴日展的 我讲个好玩的 就是关于展览 像我们民国一百年 那我们为了庆贺建国百年 我们就决定选出一百件 我们认为故宫典藏里面最top的东西 那这一百件是由三个处选 器物处选器物 书画处选书画 图书文献处选图书文献 这个说选一百件 策展团队就炒翻天了 这个足足炒了两年 才拍板定案 后来当时我是副院长 我就拍板定案 这个器物处可以选六十件 书画处跟图书文献处各选二十件 那你们回去自己再炒 那为什么书画跟器物 器物因为种类多 所以它六十件 书画处选二十件 其实是等于六十件 因为三个月的展览 它可能要换ABC三档 图书文献处的二十件 它也可能要换AB两档 所以选这个过程之中 当确定了每一个处要选几件之后 每一处的策展团队 回到自己的处里面又开始炒了 因为其实很简单 每个人心目中的国宝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但你觉得因为你的研究范畴可能是瓷器 你觉得拉几件瓷器更重要 所以这其实它不是波折 而是在策展的过程之中 它必然的一个过程 那同样我们赴日展 跟日本的团队和我们的团队 也不断的讨论 那当然最大的一个转折 就是翠玉白菜跟肉行师 我们的研究同仁压根都不同意去 而且不仅仅是研究同仁 我们安管师也说 去了这里每天排队 有人赞成他去的 这样他们不用那么忙 每天为了安排队伍排得这么长 我说一样 当他出去以后 故宫的明星真的太多了 让观众在翠玉白菜以外 去享受另外一个明星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 所以最后我们决定 让翠玉白菜跟肉行师赴日 展出各两个礼拜 那我们换取到的是在2016年 日本美术之最将会在 我们故宫南院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展出 是的 各位阳广的好朋友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冯明珠冯院长 请他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说一说 故宫国宝这一次到日本展出当中 我们所为人不知的这些小故事 那么从院长的口中告诉我们 原来啊原来 这当中还真的有很多的故事 是可以告诉大家 我相信大家听了都是异常的兴奋 更重要的是 大家会更想要看到 哇双方精锐进出 这个可以说是 一定要把最好的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那么今天在下一段的访谈里面 我们还要有一些相关的延伸的问题 要来请教冯院长 请各位听众 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非常高兴 今天在节目中为您访问到 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冯明珠 冯院长 跟大家来聊一聊 有关于故宫的国宝 就在六月底要到日本去展出了 那么这个展期非常的长 我们也希望在日本的听众朋友们 您可以播放去看一看 也许是您一辈子都难得见到的故宫国宝 当然除了院长的访谈之外 早安台湾也为您安排了 一系列的展品的介绍 我们预估是在每个礼拜 都有两次播出的时间 要花短短的五分钟 跟各位介绍几项重要的展品 当然我们也有网络的投票 欢迎大家上网来投票 那么详细的计划 这瓶在稍后的节目 都会为您来宣布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院长 来继续跟我们聊 好 现在日本之前去过了法国 去过了奥地利 美国 德国 那么当然都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这一次去日本 又第一次是亚洲行 他的受瞩目的程度 更是不在话下 可是接下来有好多人就要问了 我们是不是故宫正在跟其他的哪一个国家 正在洽谈要去那个地方展出 有没有这样的计划正在进行 当然有 跟我们洽谈的国家很多 最重要的是国际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出国 我们按惯例有一个很重要的 去的那个国家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他们要有法律的保障 这是一个先决的条件 所以刚刚主持人说到 我们赴美 赴德 赴法 赴奥地利 都是通过了 那同样的我们这一次去日本 也是日本方面已经通过了 这个海外美术品出境法 那现在正在洽谈的包括美国 他希望我们再度到美国 那我也告诉听众朋友 其实只要我们去过的国家 那然后他们的法律的条件 就是当我们的文物 在你的国家展出的时候 不受到任何不必要的干扰 这个保障 只要通过了 我们大展之后 很多小的很多博物馆 偶尔会像我们建一建 两建 五建 八建 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 举例来说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做个走向圣堂 办过大远的展览 都有向我们建展览 去年前年 法国基美博物馆 他们有做茶 品茶之道的展览 也有办这个道教的文物展 也都有向我们建文物 所以这些小型的 是不断的在进行的 那刚刚说的 赴美 赴德 赴法 赴奥地利 和今天的神品质保 是大型的展览 那目前正在洽谈 而且我们已经洽谈了两三年了 就是美国的旧金山 亚洲艺术博物馆 他希望我们能够重回 美国到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做一个展览 那馆长好像四月份会来台湾 旧金山市的市长也会一起来 那主要就是 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从已经讨论了三四年了 我们大概会到旧金山 我们当然是一个 为什么这一次会跟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合作呢 就是希望我们换取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精彩的选建 将来能够到故宫南院 坐落在嘉义县太保市的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 那是大华人地区第一座亚洲艺术博物馆 那我们会跟他做一些讨论 以便于将来安排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里面的精彩选建 可以回馈到我们的故宫南院展出 那这是其一 那同时候美国的亚洲艺术博物馆 这些都有接洽 那我们如果真的能够去旧金山 那将来一定也是一个巡回展 至于巡回一站两站怎么样 还未定之天 有没有预定的完成谈判的时间 有没有这样的计划 这个要到四月以后 才会有一个明朗化 那当然一定会在今年明年以后 因为我们今年的重点在展览的部分 当然是我们要复日展要办好 那跟得明年2015年是故宫90岁生日 而且也是故宫南院开幕的 年底就会开馆式营运 所以全管的重心在庆贺90周年 以及这个南院的开幕 所以他会去再度出访 应该摆在2016年以后 那目前没有任何的定论 那另外就是如果大家注意新闻报道 就是澳洲 澳洲在2013年通过了司法免扣押 所以澳洲驻台代表 他非常的高兴 在去年大概三四月间 非常高兴来跟我说 他们的司法免扣押通过了 他们要求故宫文物了 可以去澳洲做展览了 那我是说恭喜通过了这个法律 那就请他们的博物馆 来有什么需求怎么样做 请他们博物馆主动来提出 提出故宫向我们提出要求 我们也会评估 他们的国立博物馆的等级 然后展开了 总之他们通过了他们的法律 那这是第一章 展开了我们可以跟澳洲合作 做展览的第一步 那另外英国也在洽谈 英国因为在2007年就通过了 司法免扣押 大英博物馆也正在跟我们讨论 那法国方面呢 他们也有一些小的展览 因为现在是全世界亚洲热 亚洲热里面是中国热更热 所以很多中国艺术品 华夏的艺术品 都对于西方人充满了魅力 所以很多典藏 以华夏文物 或者有东方文物为主题的博物馆 就像法国的金美博物馆 美国的旧金山博物馆 大都会博物馆 这一类的馆 甚至纽西兰国家博物馆 他们都非常有兴趣 引进我们国际故宫博物院的典藏 来在他们的国内 给他们的观众朋友介绍 所以洽坛的馆非常多 包括日本 日本虽然我们今年已经去 今年要去东京去九州 但是一些小馆 像大阪东洋陶茨博物馆 已经跟我们接洽之中 因为他们送了我们两个很好的展览 在2015年的年底 会在我们的兰芬院 就是故宫南院 会跟台湾的观众见面 当然他也希望我们的 某些重量级的陶茨 能够到他们大阪 东洋陶茨博物馆展出 日本非常有名的博物馆 也是贝利明先生设计的 Mihou Mihou博物馆 也正在向我们下届 一两届 所以这些国际上的交流 博物馆界的交流 其实故宫博物馆从来没有断过 可是这么多的交流 我特别要请教一下 当我们这次故宫国宝 要去日本展出的消息 录出的时候 有很多的大陆听众 也特别问到这个问题 他说那故宫的国宝 什么时候可以到北京去展出 可以到中国大陆去展出 我能不能请院长您评估一下这个状况 这个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到大陆展出 我其实他的 刚刚我也跟主持人说 他先决的条件 这先决条件两个 一个就是得到法律的保障 另外一个 我们的我们博物馆的名字叫做国立故宫博物院 所以只要这个大陆方面愿意称呼我们这个馆 叫做国立故宫博物院 我觉得他就是解决了一半的关键问题了 那另外法律的保证 当然大陆方面的法律 他们曾经说过 他们是不太可能通过一种 什么叫做司法免扣押这样的法律的 但是他们一定会给予保证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所以剩下来很重要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也是两岸的政治家 应该有智慧共同来解决的问题 我们期待这个故宫的国宝 未来如果可以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去展出的话 我相信这也是非常非常大的突破 对 但是我也很想跟听众朋友说 大陆尤其北京故宫博物院 是对我们非常非常友善的 从2009年以来 一档又一档的展览 北京故宫都参与其间 那举例来说 2009年的雍正青世中文物大展 2011年的 2010年的南宋文艺绍兴南宋文物展 还有就是富春山居图的展览 另外就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 和我们刚刚结束的乾隆的艺术品位 北京故宫都非常慷慨的 给予了我们非常多的文物交流 那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们 做一个分享的 博物馆的交流并不仅仅只有文物展览 它还有很多互动 而这些很多的互动 我们跟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 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 还有浙江所有的博物馆 另外就是西安 陕西的博物馆 都有很多的交流 所以大家不要想看博物馆的交流 其实博物馆的交流 是要非常广 非常宽 不要只focus在文物的介绽上面 了解 提到了中国大陆 有很多的游客到台湾来 我想必定要来参观的地方 其实就是故宫 那么故宫的文创商品 最近也是非常非常的夯 我能不能请教一下院长 我们利用这节目最后的一点点时间 跟我们说一下 故宫的文创商品 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计划 应该是受到大家重视吧 故宫的文创 是其实从秦苑良的时代 就提倡了 叫做在1980年代左右 他就已经提倡了 这个艺术与生活 从传统中创新 艺术与生活结合 就开始了故宫文创 我也跟听众朋友说 在那个时候 文化创意产业 都还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当世界上登国家 2008年提出了文创 这件概念的时候 故宫已经有很好的笔稿了 这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这几年来 继续在我们既有的传统上面 继续开发 继续做 所以我们也透过了 国宝竞赛 设计竞赛 还有一些育成的课程 把故宫的文创带得更高 然后也让台湾的产业界 文创业界 也带动台湾的产业界 有所发展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 对于这个有兴趣 其实上我们的官网 有非常清楚的介绍 是的 好的 各位阳广的好朋友 今天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在故宫的国宝到日本去展出之前 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 邀请到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冯明珠冯院长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披露很多 大家想要知道的小故事 同时更重要的是 当中也会有很多 我们新闻界感到有兴趣的新闻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谢谢院长 跟我们的分享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预祝这一次 故宫的国宝到日本去展出 是非常顺利而且成功的 谢谢院长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 谢谢